我喜歡跑步 直到懷孕39週 我還是不停地跑 我是Hanny 我從小就喜歡運動 而且很喜歡上山下海 但是真的開始跑步的時候 是直到跟我先生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當時練習鐵人山項準備比賽 我就跟著他一起去跑步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慢慢地愛上跑步 然後就這樣一直跑下去到今天 都沒有停 養成了跑步的習慣以後 我連懷孕的時候都一直在跑 我在懷第一胎的時候 大概跑到35週多 然後那個時候我很喜歡在戶外跑 第二胎的時候有加入健身房 所以我都在跑步機上跑步 我覺得有冷氣吹 又有電視可以看 所以我就一直順順地跑到39週 懷孕前跑步的時候 我都喜歡跟自己比賽 但是懷孕的時候 因為身體的負擔比較重 所以我就給自己一個比較短的目標 每次把5K順順地跑完就好了 除了跑步以外 我覺得運動在我懷孕期間 也有很大的幫助 有持續運動的話 你身體就可以多消耗一些卡路里 所以我覺得我在懷孕期間 體重控制得還不錯 當了媽媽以後 我休了兩年的育嬰假 在家裡陪小孩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很重視家庭生活 所以我們兩個都花了很多時間 陪伴小孩一起成長 我兒子體力特別好 所以我先生經常跟他玩摔角的遊戲 我也常常陪他一起聊天 講故事給他聽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一起種花 然後一起拍照 希望他能夠找到他自己的興趣 我喜歡種花 然後養一些不同的植物 所以我家裡有很多花花草草 加上我從小喜歡藝術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歡布置家裡 我希望到處都可以看到回憶 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我跟我先生常會到處旅遊 帶一些紀念品回來 我們就會用這些紀念品來布置家裡 讓家裡看起來更有異國風情 我先生是專業的攝影師 所以他在我懷孕期間可以幫我記錄各種各式樣的懷孕的樣貌 讓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也很喜歡拍照 所以我常常幫先生跟兒子拍很多家居生活照 我希望為他留下很多珍貴的回憶 我會一直跑下去 永不停止 我會一直跑下去